我用Raw的就是第一次不要加7 第二列加7 再加7的倍數兩倍 再加3、4 那用什麼方式來做 首先的話呢 第一個這個地方我們可以用Raw的方法 也就是說這個地方 Raw先決定它 那這裡的話呢 我們可以利用這邊插入函數裡面呢 這裡呢 我們首先在全部裡面找到Raw 有一個Raw 往下找Raw 列 如果按確定之後的話呢 第一個呢 請找到它現在 A3它現在在第幾列 第幾列 第幾列按一個確定之後的話呢 我們可以發現它現在在第幾列 第三列對不對 那3的話呢 原則上我們應該這樣 3要怎麼樣呢 3 假設它現在在第三列 第三列的話呢 就必須怎麼樣呢 減掉3 然後呢 這邊的話呢 再把它刮糊起來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它在第三列的話呢 第一次不要乘 後面加上乘上7 那前面再加一個A3 前面再加打勾之後 這邊再加一個A3好了 直接A3 A3加 A3加上後面Raw 乘以7 按打勾 A3本身 A3現在裡面是空的 這裡的話 這裡的話 那再來的話 我們除了用Raw之外 因為你這個按打勾 這個地方它裡面一定是沒有 這個地方它一定是沒有東西 為什麼 因為我們第一次Raw Raw是列 第三列對不對 3-3 乘上7 乘上7 乘上7的話呢就是 就是第一次呢都不加7的意思 那第二次的話 比如說它在4的時候 4-3的時候呢 乘上7是多少 就加7對不對 好 那再來你會想說 可是我們好像還少了什麼東西對不對 再來我們可以利用另外一個函數叫column column的話是決定我們現在在D幾欄 D幾欄 A欄的話是1 B欄的話呢就是2 一時類推 那這個column的話呢 我要插入這個函數 插入函數 我再加到後面也可以 加到前面也可以 加後面好了 那後來後面就加上什麼呢 加上column 其他函數 裡面找到CO 這邊輸入CO column 往下這個地方 column的話你們可以找到這個函數 那它會傳回什麼呢 傳回這個欄號 那它會用數字傳回 比如說A的話呢就是1 B的話就是2 一時類推 那比如說我這個地方的話 用column按確定之後的話 裡面的話呢 我就直接給它A3 A3因為它在第一欄 所以是1 按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往這邊拖拉過來 1234567對不對 往下 有沒有發現 8、9、10、11、10 有沒有 就得到我們要的結果 了解意思嗎 特別注意 第一個 Row有沒有 Row是得到什麼呢 第幾列 所以3 第一列的時候 我不加7 對不對 那第二列我要不要加7 要加7 所以第二列變成4-3 再乘上7是多少 1嘛 1乘就是7加7 那5的話呢 5-3 就2嘛 2乘7就是4 所以再加14 加14 那加的部分呢 加後面的東西 那後面我怎麼知道呢 我這個地方是 到底是多少 對不對 我可以透過什麼呢 Column Column如果是A的話 就是1 B的話 就是2 之類推 這裡我想你們試試看 先把這個地方先做出來 先製造出這樣的一個清單 好囉 謝謝